qqq 好了,準備好上課了嗎? 我们上一星期已经针对怎么算电厂的部分的话 已经有了说明 我们这个星期开始针对不同的电荷的分布的话 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看看我们的电厂是怎么算 那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刚上一星期已经讲了 这是一个点电荷 那它外面的电厂的话 你们都已经非常清楚知道 它是πH0R平方分之Q的向量R的部分 那比点电荷更复杂一点点的 那就是两个点电荷 那两个点电荷的时候的话 在物理或者是化学上面 非常重要的就是Electric Dipo 那Electric Dipo就是一个正的点电荷 跟一个负的点电荷 它所组成的 那这个就是组成了一个Dipo的部分 那在我们在不管物理过的化学上面的话呢 基本上面这个Dipo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对这个Electric Dipo来讲的话 那你怎么去求它的电荷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 我说我把它化成三度空间好了 那在三度空间里面的话呢 那这个Dipo呢 所在的位置 我们现在把它放成在Z轴上面 那一个是正Q 一个是负Q OK 那我们要求任意点的这个电荷的部分 换句话说 在这个P点的位置 那P点呢 基本上面 你用直角桌标系就是SYZ 你用球桌标系就是Rc它 那C它脚呢 就是这个脚 OK R的位置 那Dipo本身 我们看到了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我们用D来表示 OK 换句话说 你是要求R位置的地方的电场的大小 那 很简单的 你知道你的点电荷 我们刚刚讲了 点电荷的电场 E 这边我刚刚插掉的 OK 是4Pi 一小零R平方分子Q的R 那对每一个点电荷来讲 它有不同的RI 那RI的部分的话 那它的电场就EI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全部把它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你的Total的电场 对于有I是从1到N 有N个点电荷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很单纯的 既然是这样 我们的电场 E 就等于4Pi 一小零 OK R 第一个R I的部分 R1 OK 或者R正 那第二个R R2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 基本上这个就是等于R1的平方 Q的R1 再减掉 R2Q的Q的R2 OK 这是你要求的 那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之下 这里面 R1的向量 OK 我说R1 这个向量的部分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可以把这个D的位置 这个D呢 直接我就把它写 把它的方向呢 指出来 指出成 从负的 Q到正的Q 是我的D向量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定 等一下我们会针对 Ziple moment 那我们可以知道 所以你R1 现在你一旦这样定以后 你就知道 R1就是等于R减2分之D 那R2呢 就是R加上2分之D 这应该没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把它写成4π1减0分之1 OK R减2分之D 的平方 然后Q把它提到外面来 那你为了要表示R1 这个单位向量 我把它写成 R1这个单位向量 就等于R1的R 1的向量 所以我们这是三次方分之R减 2分之D OK 然后减掉R加2分之D的 三次方分之R加2分之D 那现在 你把R减2分之D 这个-3次方 我们把它用二向式展开 那当二向式展开的 先节条件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是 你的R要也大于D的条件 OK 那换句话讲 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是R平方减掉 这个R.D再加上2分之D的平方的 2分之三次方 负的 所以R远大于D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R提到出来外面了 就是三次方 1减R平方R.D再加上4R平方分之D平方的2分之三次方 那这一项 因为R远大于D 它是远小一的 所以你这个Force order turn 是前面这一项 然后后面这一项的话 已经是second order turn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把它做二向式展开 R三方 1加上2分之三 这是负的 然后R平方 R大于D 然后后面的部分 我们把它放着 这是前面这个项 那后面这个项呢 一样的 R加上2分之D 的负三次方 就等于R三次 负三次方 这边是负三次方 OK 然后 1解2分之三的R平方 R大于D 加上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到 你这两个已经展开出来了 我们把它带进去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的电厂 1R 4P 你使用你分之Q OK R减2分之D 然后乘上这个T R三次方 分之1 把它移到外面来 然后1减2分之3 然后1减1加2分之3 R平方 R大于C 然后再加上R加2分之D 然后1减2分之3 然后1减2分之3 2分之3的R平方 R大B 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才对 那我们把它展开来 你就可以看到 非常简单的 关系式 因为第一项的部分已经消掉了 所以 这是 第一项 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负号 第一项的部分 1加是消掉了 那2分之D 1减2分之D 就负D 跑出来 那第二项的部分 就变成R三二次方 OK 这个T跟这个T 乘它 所以变成是R的二次方 三倍的R大B 然后R的向量 OK 那后面这个T乘的部分的话呢 鱼变消掉了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 如果 我们把 我们的 这个Diple Moment 我们把它 P呢 定义 定义成什么 Q乘上D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马上看到 上面这个关系是 1的部分 就是等于 4% 1凶0 R的三四方分之一 OK 后面这里面 后面这里面 R平方 三倍的 R 大P 然后是R向量 然后减掉 P 那这个关系的话 如果 那这个关系的话 Biple Moment呢 是位在 Z轴上面 那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的 P啊 这个P的部分呢 就变成QD 那Z的component OK 那Z 你可以在球座标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 Cosin Theta R 剑 Sin Theta 的Theta方向 你把它全部 带进去 Q P dot R 你就马上看到 就是 P R的Cosin Theta 因为 P 跟R 它们之间的角角 是 Theta角 的部分 那全部把它 带进来以后 我们会发现 是Pi 一小零 R三方分支 我把P 全部 把它拿到外面来 OK 那 后面的部分 就变成是 这边呢 是 R平方 三倍的 P已经拿到 外面了 Cosin Theta 的 R向量 剪掉 P呢 是这个部分 QD 已经是 P了 这个 已经是 P了 把它拿到外面来 Cosin Theta R 再剪掉 Sin Cosin Theta Cosin Theta 那你把它进一步 把它稍微 划紧一下 因为这个 消掉 R分支 R向量 这个就是 R的 Univator 换句话说 我把这个拿 我们就换句话讲说 三倍的 Cosin 减掉 Cosin 那就等于 两倍而已 自拍 Ease R三方分之 P OK 那两倍的 Cosin Theta Electric Dipo 它所产生的电场 在任何的位置上面 看到的 这个结果 它是用球坐标来表示 那这个呢 是用Dipo的形式来表示 这两个是 你们会常常看到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是Electric Dipo的 最终 哪一个地方 E的方法 你说 你现在是说 这个 跟这个 OK R的向量 是等于 Z的向量 就是R 你把投影 R的单位向量 投影 Posin Theta 进来 就是Z 的component 然后 C它 C它是这个方向 你要投到 这个 G的方向 的方向 Posin Theta 对 没有问题 这个结果 你一定 看到这个形式 你就要知道 它是Dipo 那这个形式是我们 后面会常常运用到的 不论我们的电厂 求电 这是从电荷求电厂 未来我们要从电位去求电厂 还是回归到这里 或者是电厂到球电位 都会碰到的 这是第一个例子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个点电厂 然后两个电厂 这 铺 OK 那接下来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的线电厂 OK 那这是一条 一个线 Charge段 OK 甚至一个面 的面电荷的形化 然后球 也不是球 就是体电荷密度 这是我们接着 一步一步要来看的部分 那这个是Q 是整个Charge Q 或者是Zone 那这个是Cama 那这个呢 就是Lambda 它沿着整个 Light Charge Surface Charge The Balance Charge 情况 那这些东西 是我们接着的要求 那一次明战 大衣服 物理里面 都依照 让各个Light Element 去求他们的 这个电厂的大小 那在我们前一堂课 也针对这个Light Element 求电厂 已经求过了 那我们接着要看的是 我们怎么利用 我们讲过的 相关的定理 来看